要存成Excel的格式的話 當然我上禮拜也提到 就是這三行 這三行蠻關鍵 所以建議以後你乾脆把這三行 放在一個你找得到的地方 當成範本算了 最好你現在筆記做清楚一點 以後就固定的SOP 第一個步驟 就是先把這三行Ctrl-C 有沒有 OK 然後放哪裡呢 因為它必須要放在上面的位置 所以你乾脆放在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乾脆放第二行好了 因為上面有Import 放在這裡 OK 所以因為我要存的不是CSV 我要存的是Excel 所以我需要這兩個物件 一個是工作部物件 一個是工作表物件 OK好 第一個沒問題了 第二個的話 那我需要怎麼樣 把資料Append進去 我需要List2 有沒有List2 有 所以我先把這個拿掉 這個CSV的部分我把它註解一下 然後CSV剛剛這一行也註解掉 這個不要 還有這個 這個是它的欄位名稱也註解掉 所以剛剛其實是加了五行程式 把它拿掉 然後我們再加Excel的話就這三行 然後再來一樣需要欄位名稱 所以欄位名稱的話 一樣需要一個 先放一個 再串列 所以這裡的話先利用Shits Shits裡面的話 我們先點Append 因為我要先放一個什麼了 先放一個欄位名稱 Append 然後呢 裡面就放什麼 放這個欄位名稱 這個欄位名稱的話 它是一個字串 所以我拿這個來改比較快 然後需要一個串列 所以記得加一個中瓜弧 前後先加 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們前後加雙引號 這個是第一個資料 第二個資料 第三個資料 OK 所以兩個名稱先加一下 然後尾巴不需要反斜線N 因為它不是文字 它是一個串列 那主要原因我前面講過了 反正Shits一定要是串列 你不能給它文字 你說老師那我拿上面來不行 它不接受 OK 所以我先Append一個 意思是說我先 在資料還沒放進去之前 我先放個欄位名稱 不然將來出來結果沒有欄位名稱 再來的話底下 我就是在Print下方 一樣加一個Shits.append 怎麼樣呢 把它直接把List2 直接就放進去 然後刮回一下 OK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利用這個WB 就是工作部件做什麼 把它Save一下 所以這邊叫.Save 然後檔名要叫什麼呢 檔名就是給它一個叫PM25好了 點XLSX 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如果要存以下 好像也沒有比較複雜 也沒比較困難 好像跟剛剛比起來的話 差不多多少 所以你存CSV 或者存Excel 差不多 只是說你需要可能 OpenPi XL 這個本來就安裝好了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先裝了 所以這個應該不會有問題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 好像沒有 我看一下 好像就這樣了嗎 這應該沒錯 這個是第一個Step 其實上個禮拜這個是第二個Step 第三個Step 存檔 只是多了一個欄位名稱 因為如果你不加這個的話 它的第一列也不會有欄位名稱 OK 好 我們試一下 應該OK了 諮詢一下 有沒有錯誤訊息 沒有耶 OK 好 那來看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它大概會停一下 因為它會先去網路上抓資料 抓缺剩下來 然後呢 再幫你把那個裡面你要的資料先取出來 然後再把它轉成第12 然後再塞塞塞塞塞 最後Safe 好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我的根目底下 應該會有一個PM25.xls 有啦 OK 然後檔案大小看一下 好像 你會發現 好像還是比那個CSV大一倍 有沒有 這個是4K 這個8個 不過也還好啦 有沒有大多少 OK 打開來看一下資料對不對 沒有問題 有沒有 所以啦 將來如果你們有一個需求 是說 人家給你API或JSON 那可是問題 你的需求是Excel 怎麼辦 跟各位講 第一個 如果你不想寫Python 那你可能要買最新版的Excel 最新版的Excel 裡面就有那個轉換的功能了 但是一定要是最新版 它有個從JSON OK 那如果你不買最新版的話 那可能還是要寫Python 不然的話 好像沒有別的方法比較簡單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剛剛 剛剛 那其實也沒有做多少事情嘛 就是總共 只是加了幾行程式 這邊三行嘛 然後再加一個欄位名稱 再加這兩行 OK了耶 那試一下好了 這個是 把那個 PM2.5的資料 把它存成 這個 這個 這個Excel 那最後啦 當然 資料庫 你們自己再試試看好了 資料庫其實也不困難 反正就那四個動作 我看一下我這邊有沒有資料庫 我這邊沒有做資料庫 因為資料庫可能 有啦 在這邊 PM2.5 一樣啦 就是反正就是建 一個 這個Seqlite 3一定要import 然後用Seqlite 3去建一個資料庫 然後一個資料 資料表就用cursor 然後一樣先把 這個 建一個資料表的名稱叫PM25 然後一樣是五個欄位 OK 所以建資料表跟欄位 然後再把資料寫進去 然後就寫入成功 OK 那基本上 跟上個禮拜差不多 所以這個部分 我就不特別再演練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再試試看好不好 那 接下來待會 我們就要來畫個圖啦 因為 其實說真的 這個做出來的結果 其實已經算是不錯了 可是如果假設 你這樣看起來 到底哪個縣市 的那個PM2.5 是比較高的 哪個縣市 PM2.5 比較低 這樣看好像 是說真的看不太出來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怎麼樣 畫個圖吧 那如果在Seql裡面畫圖 其實還蠻簡單 因為我只要 先選 這個策戰名稱 也許當 不過這個資料好像太多了 我們看到畫圖 假設 我只要取前幾名 來會試的話 可以來排序 所以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畫圖 Seql裡面畫圖比較簡單 先選A欄 然後再選C欄 再選C欄 再選這一欄 按Ctrl鍵向下 這兩欄選起來 然後插入這個什麼 插入這個 我看用直條圖好了 直條圖畫一下 這邊這樣 七隆 也就可以快速的畫圖了 但是如果在Python裡面 要怎麼樣畫圖 選取值 我就選了 七隆 下一隆 那就是 我看到